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我这个视频呢,跟大家继续聊关于奥运会的这个话题 因为呢,冬奥会开幕式马上就要举行了 有一些比赛呢,已经是开始了 我跟大家昨天就说了 有一个项目呢,中国昨天就齐开得胜 这就是呢,比较贵族化,比较少见的一种运动 叫冰壶 冰壶这种运动呢,在西方它是一个贵族运动 当然了,几乎所有的这些冰雪运动呢 因为它场地的费用啊,还有器具的费用啊 就造成了这个冰雪运动呢 基本上是一个富人的运动,因为它挺烧钱的 但是呢,中国今年举办这个冬奥会 就是想把这种冰雪运动 把它推广开来,让它成为一个普通民众都能参与的一个运动 把它推广成一个平民化的群众体育运动 那今天呢,我还看到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他呢,在记者会上,他就说 因为今年中国主办这个冬奥会呢 将永久的改变冬季运动的规模 原因呢,就是中国今年所主办的这个冬奥会 中国的口号就是鼓励三亿人爱上冰雪运动 巴赫在今天的北京举行的一个会议上呢 就表示说,中国现在已经做到了 中国现在已经有超过三亿人喜欢上了冰雪这个运动 有大量的人已经参与到了冰雪这种运动 以前的时候呢,中国不算是一个冬季运动的国家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说 中国就是一个冬季运动的国家 他说的这个话呢,让我觉得非常打脸 这两天正在极力的进行鼓吹攻击 污蔑中国的冬奥会的一个国家 以及他们的反华媒体 以及他们的反华政客 这个国家是谁呢?就是德国 德国这两天呢,我从推特上面看呀 因为这个推特上面说实在的 就成为恨国党的大美营 一天到晚呢,就是在那攻击中国 我看推特里面呢,他们就说呀 说德国现在又推出来了一个 跟这个冬季运动有关的一个人 就好像以前他们推出来的那个郑国恩一样 现在呢,就推出来了一个 叫什么Felix,我们甭管他叫什么吧 就是这个人呢,他说是呢 说他是通过母乳吸收了奥林匹克精神的这么一个人 为什么他这么说呢? 他说他妈妈呢,是在1976年的时候 参加那一年的冬季奥运会得了两枚金牌 他爸爸呢,也是一个滑雪运动员 参加了三届的冬奥会 没有说得金牌的数量 很显然就没有得奖牌 应该是没有得奖牌 那他呢,说是 他也是一个有幸圆了他的冬奥梦 但是呢,并没有提他参加哪一届的比赛 我们可以看出来呢 他们家呢,就是应该是什么 黄鼠狼下耗子 一窝不如一窝 就他妈妈呢,还有得可吹 所以呢,他说呀 他是通过母乳吸收了奥林匹克精神的 德国呢,就把他推出来 原来就推那个叫郑国恩 说他是什么人权专家呀 就对中国呢,进行污蔑 就那个郑国恩提出来说中国呢,强迫劳动 说中国呢,是种族灭绝 就那个郑国恩 那现在呢,他们又推出来 因为是冬奥嘛 就反对中国的冬奥嘛 就推出来这种 好像说他比较有资格似的 然后他就提出来一系列的问题 说你中国 现在啊,你们在人权方面劣迹斑斑 你们搞的这个冰雪运动呢 在那个出口处呢 就好像是国界一样的严密守卫 中国搞的这种封闭式的奥运管理呢 被他就攻击说呢 这就好像是监狱一样 没有人身自由 说你中国,你能搞出来一个公平的 安全的 什么环保的 可持续的 友好的比赛吗 就提出来这一系列的问题 然后呢,他又去访问一些所谓的专家 当然就全都是反华了 他们一致的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呢 中国这个奥运会呢 一定不会是公平的 一定是不可持续的 一定是对气候不友好的 一定不会是成功的 反正呢,就是得出来这一些结论啊 而事实上呢 我在前两天就跟男人说了 美国的运动员 美国的这个运动队 到了北京以后呢 就称赞说 哎呀,到了北京 我们就好像是进了一个安全箱一样 在美国多危险啊 对不对 时时刻刻都有可能感染这病毒 到了北京以后 我们就安全了 就不用担心了 那今天呢 我还看到报道说 日本的代表队 他们也说 说是呢 只有北京的这种模式 才可以让这个运动员啊 还有这个记者呀 还有其他的这个参与人员呢 才会感觉到安全 至于说 是不是气候友好呢 这个呢 我前几天就没有说 但是呢 我看到有报道说 北京这个冬奥会呢 他的用电全都是绿色能源 这个我不知道 他难道说还包括这个水利方 包括鸟巢吗 应该不包括这两个地方 可能就是张家口那边 张家口那边用的呢 全都是绿色能源 张家口那个地方呢 据说是风特别大 所以张家口那个地方风力发电 他一年四季风得很大 所以呢 风力发电是他们那边 电力资源的一个很主要的来源 另外呢 大家可能有注意到 就是那个如意赛道 就是那个赛道呢 从上面下来的那个 就上面的那个头 就是如意的那个头 我们可以看到呢 如意那个头 它的上面是透明的 为什么说它上面是透明的呢 它那个是一个特殊的材料 给它搞成一个透明的呢 因为它又在山头上 它就可以很充足的吸收那个太阳光 就把太阳光转变成电能 就是太阳能发电了 张家口那边呢 他们那儿就都是绿色能源 那我不确定像水利方啊 还有鸟巢啊 还有延庆那边啊 是不是也是绿色能源 这我不能肯定啊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呢 张家口那边就是绿色能源 这一届的奥运会所提倡的呢 就是绿色环保 那然后呢就这组呢 他还提出来德国的搞这个节目呢 还有攻击就是说 说中国呀花了十几亿 投入了十几亿 要能为运动员带来什么呢 我觉得他特别无知啊 前两天呢我就看到一个报道 就说到关于这个冬奥会的成本问题 我昨天不是跟男人说了吗 申办这个冬奥会的时候呢 本来呢欧美也有国家来申办的 但是呢后来就爆出来呢 说包括韩国的平昌冬奥会 花费呢是越来越高 韩国的平昌冬奥会呢 说花费了130多亿 这样一来呢就有一些国家 就望而却步 就不想投入这么多 所以呢就退出来了申办 到最后呢只剩了北京和哈萨克斯坦 那最后北京赢得了主办权 那同时我还看到说呢 北京成办的时候呢 就提倡一个绿色环保 提倡一个节约成本 说的是北京其实这届奥运会呢 用了13亿 我昨天为什么跟大家没说呢 因为我不能肯定是13亿吗 怎么会相差这么多呢 相差十倍啊 为什么平昌奥运会用了130多亿 北京才用13亿 能这么少吗 尽管那个报道还说呢 为什么北京用的钱很少 因为就是重复利用以前的场馆 利用的场馆呢 一个是水利方 一个是鸟巢 还有首都体育馆 那这个五个场地呢 三个场地都是用的以前的 那两个场地 一个是延庆 一个是张家口 因为张家口那边呢 又是这种绿色能源 所以呢 它的成本也大大降低 所以呢 今天我就看到哈 德国他攻击中国 他就说用了数十亿 如果他说数十亿的话呢 就肯定不会到100亿 如果是到100亿的话呢 他肯定会说将近100亿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他说数十亿很有可能 真的是13亿 反正是呢 总之一句话 就是中国办的这届奥运会呢 是非常的绿色环保的 那中国的口号呢 也是简约 安全和精彩 那这精彩呢 这两天已经是体现出来了 它的精彩了 自从这个冬奥村迎来了第一批入住的客人之后呢 入住的人就掀起来一股热潮 就是在网上呢 来晒北京冬奥会的现场 或者是冬奥村 晒这些高科技 晒中国对他们的友善 晒中国的这种高效 那说到这儿 我昨天已经说了哈 他们就晒那些大礼包 前面呢 我就看有的人说呢 这个大礼包里面啊 送了手机 但是呢 到目前为止 我并没有看到 运动员有晒说 哎 我收到的手机 没有 反倒我看到 他们的礼品店里面呢 有卖手机的 其中呢 也有折叠屏的手机 我比较偏于相信呢 说送手机的那种说法呢 是造谣污蔑 是造谣污蔑 大家不要去相信 刚才我说了呢 国际奥务会主席巴赫 他呢 今天在北京 他说的 他呢 就宣布说 北京今年冬奥会 永久的改变了 冬季运动的规模 说呢 我们现在可以说 北京也是一个冬季运动的国家 那我刚才说 德国还漏了说一个 他们就攻击说 说你北京 根本就不是一个冬季运动的国家 不是冬季运动的国家 又怎么样呢 然后他们好像说呢 北京呢 根本就没有资格 来主办这个奥运会 有没有资格 又不是你说的 对不对 这都是国际奥会投票授权 来主办这个冬奥会啊 你说这些有意思吗 是不是 真的是没意思啊 更何况了 既然是批准了 那北京 恒是有资格呗 对不对 还有呢 就是 什么叫 北京不是一个冬季运动的地方啊 北京也是下雪了呀 北京应该说每一年都下雪啊 北京下雪的时候一定会比加拿大的温哥华下雪的时候要多 你要说它不是一个冰雪世界 那韩国冬奥会之前就是温哥华的冬奥会啊 是不是 那还有呢 这个冬季运动呢 是希望来普及的 让它成为一个群众性的运动项目 对不对 今年北京的冬奥会呢 比以前就多了好多国家来参加 最比较显眼的呢 就是沙特了 沙特是中东的 他们那边多热呀 但是呢 他们今年 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冬奥会 还有呢 就是今天呀 这个比赛 昨天中国的冰湖队 不是齐开得胜 战胜了上一届的亚军瑞士队吗 那今天呢 他们再一次的齐开得胜 在这一轮当中呢 他又夺冠了 他战胜了谁呢 就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啊 澳大利亚难道是一个冰雪国家吗 他不是也不是吗 对不对 都可以进行这种冰雪运动啊 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呀 我就发现 夏天的时候啊 在那个体育馆的外面 会有一堆又像雪又像冰的一堆东西哈 我一开始我就当门这是什么东西呢 夏天怎么会有一堆这个冰雪的东西在这呢 后来我知道啊 那就是室内滑雪场 他那个室内滑雪场可能是冰道可能会换吧 还是怎么着 我也没进去过哈 我也不会滑冰 我也不会滑雪 然后呢就经常看到那个室内滑冰场的外面堆着一堆冰雪啊 我想他就是呢不断的可能是更换吧 更换产下来的就堆到外面去 就是说你随着这种科技手段啊 就算是你没有冰雪也可以人工制造啊 我这两天呢我看到有网友留言就说的 说这个冰雪的东西啊 其实都是用人工的 如果用天然的那个雪的话呢 其实还不行呢 那个天然的太软 一定要用这种人工的 他才够硬实 才可以做这些运动 有的人反正就是为了攻击了 好 再说回来哈 今天中国的这个冰湖队啊 又取胜了 战胜了澳大利亚队 还有呢一个女子的冰球队 女子冰球队和杰克进行比赛的时候呢 一比三输给了杰克队 杰克队我昨天也跟大家说了一个 花样滑冰的一个小姑娘 这个小姑娘就成了一个网红 她呢就是她在冬奥村里面 差不多每一件事吧 她都得把它做成这个视频 或者是直播 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直播 反正是她的那个频道啊 火得不得了现在 那小姑娘二十岁才 她是一个花样滑冰 然后杰克的这个冰球队呢 她可能也不错 我不知道她是到什么水平 反正是中国队和杰克的女子冰球队比赛呢 一比三输了 一比三输了 我觉得也不错呀 因为冰雪运动确实不是中国的强项 一比三也是赢了一局的 对不对也是不错的 比那个中国足球队强吧 最近这两天呢 虽然说这个冬奥会是一个热门话题 但是呢 中国男子足球队 输给了越南 输给了日本 然后呢 这两天也挺丢人的 骂声一片 还有很多人就调侃他们 长期以来呢 就是中国人对这个男足呢 是很无奈 搞不清楚他们到底咋回事啊 怎么永远都不行呢 好 今天呢 我还看到一个消息 以后啊 中国的男足 有可能会扭转局面了 为什么 大家知道不知道 来出席冬奥会的国家的元首里面 其中呢 有一个国家叫阿根廷 一提起来阿根廷 大家就知道是阿根廷的足球是很厉害的 对不对 那阿根廷这个总统呢 他来出席这个冬奥会 同时 他还将给中国带来一所足球学校 说是阿根廷的承诺 要到中国呢 来办一个培训学校 专门就帮中国来培训足球运动员 他们会派出来最好的教练 给中国呢 带来最好的经验 最好的技术 来提高中国足球运动员的技能 所以呢 有阿根廷的帮忙 就说明这个阿根廷啊 看着你们中国这个足球 也挺着急的 那14亿人 怎么就找不出来好的足球运动员呢 你们什么都很厉害 现在就是冰雪运动也很厉害了 怎么足球就老是不行的 都给阿根廷都急得够呛 所以呢 这回就给中国带来一个足球学校 说起来呢 说中国不是冰雪运动的国家 那有一个国家应该是冰雪运动的国家吧 那就是挪威 挪威呢 是北欧的一个国家 对不对 他们的冰雪运动呢 是很厉害的 今天我来看到报道 挪威的代表队 来了以后呢 对中国这次奥运会的这个场馆呀 大家赞赏 尤其是延庆的这个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得到了挪威代表队的高度赞赏 说这个滑雪中心呢 是他们建过的最好的高山滑雪中心 那就德国的这个呢 他们就攻击中国 就拿新疆说是什么人权呀 什么的哈 我都懒得去驳斥他们 关于我们新疆是很有人权的 他们完全都是造谣 对吧 什么种族灭绝 什么强迫劳动 这都是美国为了打压中国吗 对不对 新疆人参与的任何的产品 他们全都抵制 你这不是说新疆人被强迫劳动 你就是想剥夺新疆人劳动的权利啊 对不对 那就单说这个人权的问题 因为我昨天呀 看了一个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呢 就是关于中国这个反腐败的 就是红色通缉令 全球追逃那些贪官的那个 然后里面呢 我就接触到了 同一回知道 就有一个逃犯呢 他逃去了秘鲁 中国和秘鲁是有引渡协议的 那在进行这个引渡协议的程序的过程当中呢 说是美洲有一个美洲人权法院 这个美洲人权法院 他的决定 对于美洲的所有的国家呢 是有最高的执行力的 如果说美洲人权法院 他做出来一个判决 和那个引渡法庭做的判决相违背的话呢 以美洲人权法院的决定为准 哎 这个呢 就让我想到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呀 美洲人权法院 既然是美洲 应该包括加拿大和美国吧 结果我一查 你猜怎么着 这个美洲人权法院呀 美国和加拿大 都不是他的签约国 美国曾经签约了一年 然后就退出了 加拿大呢 就死活不签 加拿大说是呢 说美洲人权法院这个公约呢 是里面规定不可以堕胎的 堕胎这个问题呢 现在在美国 在加拿大都有争议 我以前以为加拿大也不准堕胎 但是呢 看来加拿大呢 是可以堕胎的 美国有的地方不准堕胎 有的地方可以堕胎 现在争议很大 那加拿大呢 因为可以堕胎 所以和美洲人权法院的这个公约呢 是有不一致的地方 所以加拿大的不加入 但是 这个发起一方呢 就是说 关于这个堕胎这个问题 因为比较有争议 就可以有所保留的签这个美洲人权公约 但是加拿大仍然没亲 到现在都没亲 美国呢 签了一年 然后退出来的 你说美国 加拿大 以及西方 一天到晚的人权 人权 人权 但是呢 就像这样的一个公约 啊 美洲的这个人权公约 这两个国家都没亲 除了这两个国家以外 其他的国家几乎都签了 你说谁更注重人权吧 谁更注重人权 美国完全都是说一套做一套 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立陶宛 立陶宛这个国家的人呢 挺有意思的哈 他们这个政府这些政客 你说你这个智商要是不够用的话 你就别出来玩了呗 别出来搞事对吧 老是耍这种小聪明 前两天呢 立陶宛政府呢 就下了一个命令 说是从2月1号开始 就终止和白俄罗斯大型国有企业 白俄罗斯甲肥公司的长期合同 从2月1号开始 白俄罗斯的甲肥不可以再通过铁路 经过立陶宛运到立陶宛的港口装船 结果呢 前两天白俄罗斯就马上做了一个回应 就希望立陶宛能够撤销这个政府令 否则的话白俄罗斯就不客气了 会采取严厉的措施来反制 那当时呢 说实在的哈 这两天我就琢磨着说 这个白俄罗斯他们如何来反制立陶宛呢 觉得说这两个国家如何反制呢 结果没想到啊 你这个立陶宛这么依赖人家白俄罗斯 你能够去惹这个白俄罗斯吗 今天呢 白俄罗斯就做出来了反制措施了 今天白俄罗斯的外交部就公布说 说为了回应立陶宛此前 拒绝白俄罗斯运载甲肥的火车入境 白俄罗斯决定 本月7日开始 今天是3号嘛 还给他几天的时间 从7号开始 禁止立陶宛 通过铁路 过境白俄罗斯的货物 这个货物呢 限于石化产品 和矿物肥料等货物 那他们今天呢 白俄罗斯就公布了这么一个 哎 这个我没有想到哎 原来你这个立陶宛不光是说白俄罗斯通过这个铁路 往你的那个港口来运输白俄罗斯的货物 和你这个立陶宛的货物也得通过铁路 经过人家白俄罗斯运到其他国家呀 我还以为他有那港口就得了 全通过那港口来运输 原来他还有大量的货物 要通过白俄罗斯往欧洲或者其他地方运输呢 那你要这样的话 你那么硬干什么 是不是 这个报道说呀 说就这两项产品 一年立陶宛通过白俄罗斯的运输量 就有150万吨到160万吨 那一年的金额呢 就要超过10亿美元 你想立陶宛那么点一个小国家 对吧 200多万人口 你经得起这样吗 你说你之前就和台湾之间就搞那猫腻 当时呢 这个立陶宛呢 一门亲自就想着 台湾答应他 说是呢 如果你让台湾在立陶宛设立这个办事处 并且以台湾来命名的话呢 那台湾就是说 我呢 把我们的市场开放给你 你立陶宛这脑子就一门心思就想着说 哎 我让你只是在这设个办事处 然后我打开了这么大一个市场 因为立陶宛200多万人口的一个小国家 而台湾的市场是他的十倍啊 对他来说台湾是一个挺大的市场啊 那你就不想一想你要这么做的话 中国会干吗 中国不会制裁你啊 你不会失去中国那市场啊 然后他又想着一下 哎 中国那市场呢 好像也不大 可是呢 就没有想到 欧洲那个第三方的那些公司 在你立陶宛加工的产品 最终也是卖到中国呀 那中国能干吗 你说这立陶宛这脑子 不转弯啊 这些都想不到啊 对不对 光想好事啊 光想着说 哎 我给他 让台湾只是在挂牌 剩一半日处 我就得到一个十倍于我的一个市场 是一个很划算的 然后就想着呢 我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市场呢 这个贸易量也不大 中国可能不会怎么着我 撞大运呢 结果没想到 中国不光不要了你立陶宛的产品 还不要了第三方 只要是在你立陶宛加工的 我全都不要了 这下傻了眼了 不仅仅说呢 失去了中国的市场 还失去了欧洲的市场 工厂都要关闭了 不光这货卖不出去 这些人还得失去工作机会啊 你说你这么点小国家 哪经得起 那个大企业 大工厂关门啊 是不是 而且呢 他还傻眼的是什么呢 就是台湾说 对他开放市场 台湾还迟迟的 就不批准 那些进口商的 进口牌照 实际上呢 他这个牌已经挂了 立陶宛已经实实在在受到损失了 然后呢 台湾那边市场 他还没有拿到 只是呢 在美国的斡旋之下 台湾消化了立陶宛的拉姆酒 还买了他中国 给的巨制门外的那些奶制品 就这点东西 结果呢 惹来现在这么大的一个祸 我一开始我就说 你看吧 立陶宛 他一旦是开了这么一个头 他就骑虎难下 你让台湾在你那儿 把这个牌子挂上了 挂上容易 再撤下来就难了 你怎么让他撤下来吧 你立陶宛那儿撤不下来了呀 也确确实实 他就没有办法让台湾把这牌子撤下来 那前两天呢 又耍一响心眼 跟中国认错之后呢 说 哎 想出一个办法 说那个牌子改名 你改名 你就这儿的美国 美国那牌子怎么写的 你就怎么写啊 人家其他国家怎么写的 你就怎么写啊 那肯定没问题 但是呢 他以为就他聪明 告诉说 把他改成台湾人民 改成台湾人 等等 那中国连理都不理 中国连理都不理 先是通过欧盟 然后给中国递话 中国根本就不理 后来自己又去递话 中国当然也不理 中国就是说 不要耍这些小心眼 不好使 结果 台湾的这事儿 没招 对不对 我们就知道呢 他为什么说 他断了白俄罗斯 运载 假肥的火车路径 就是因为白俄罗斯 和俄罗斯站在一起 美国制裁白俄罗斯 说任何人都不可以 帮白俄罗斯 运输 白俄罗斯出口的产品 还记得吗 那个就是在台湾这个挂牌 没多久的时候 当时立唐宛的铁路公司 这个老总 就拒绝执行美国的这个制裁令 让他铁路部长 以及外交部长都很难做 当时这个外交部长 就提出来说他辞职了 他已经递交了辞证 那个铁路部长呢 说他也考虑辞职 因为没法干了 没法执行美国的这个制裁令 因为这个铁路公司的老总 不同意 和白俄罗斯之间 有长期的合同 而且人家白俄罗斯 已经是把钱都交了 都预付了 如果你现在停止 来运载白俄罗斯的假肥的话 那么你不仅会失去 这部分业务 你还要把人家的钱退回去 你还要赔偿人家的损失 你还要支付违约金 你屡地外外 你的损失大得去了 起码好几十亿的损失 所以他铁路公司的老总呢 就不同意 那你要不同意的话 美国能干吗 美国肯定不干呀 对不对 你立陶宛要抱着美国的大腿 这好不容易 抱上了美国的大腿 现在因为这事 你还反倒是得罪美国 顶着美国 那你这主子能跟你干吗 所以说立陶宛前两天 他们就做出来了一个命令 说2月1号开始 还是要终止 和白俄罗斯的这个运输合同 那这白俄罗斯也不是吃素的呀 白俄罗斯那总统倍强硬 那吃素的吗 美国都不放在眼里呀 前两天就是说了 我一定会对你严厉报复的 当时没有想到 他怎么个严厉报复法呢 没想到啊 这个立陶宛这么依赖人家白俄罗斯 不光是白俄罗斯 要通过他这个火车运输 你立陶宛还得通过 白俄罗斯的火车运输 你这么依赖人家 那人家不会不让你运啊 你说你不让人家运 人家不会不让你运啊 这不是很现成的吗 对不对 而且呢 说这个白俄罗斯 人家有办法 其实他那个办法也是现成的 我们一想就知道 因为中国的那个 中欧班列 他就经过俄罗斯 然后呢 经过白俄罗斯 经过波兰 然后就去欧洲嘛 那你反向不是也一样吗 那白俄罗斯的那些肥料 说实在的 主要就是卖给中国 或者中国为了补偿你 也可以多要点 白俄罗斯的这个假肥嘛 对不对 说你白俄罗斯 因为立陶宛的这个影响 你这个假肥呢 运不出去了 没关系 中国多要点不行吗 对不对 那白俄罗斯的这个假肥 就可以反向 从白俄罗斯出来到俄罗斯 反正就经过那个中欧班列 吧 反向就运回到中国了 很简单的一件事啊 对白俄罗斯的这个假肥运输 一点影响都没有 实际上 但是白俄罗斯如果说我自己啊 我就终止了跟你那个运输合约的话 那白俄罗斯不会那么做 对吧 你要是你自己终止的话呢 你还得赔偿他 就是他不让你赔偿 那也不如你立陶宛主动的终止 然后立陶宛还得支付违约金啊 还得赔偿损失啊 这都划算呀 等于说立陶宛呢 现在就做了一件让自己完全遭受损失 而对白俄罗斯没有任何影响的一件事 基本上没有影响 如果中国把它运不出去的假肥全包了的话 它根本就没有影响 你说这立陶宛是不是智商不够用 脑袋关不好使 你就干损失嘛 你这样一来的话呢 等于说你得赔偿白俄罗斯的损失 你得支付违约金 你少收了这些运输费 人家预先支付的 你得给人吐出去 这还不说 你的这些货物呢 你就运不出去了 因为立陶宛 他除了那港口以外 他只能通过铁路 通过白俄罗斯运出去 他没有别的途径 他不经过白俄罗斯 就经过俄罗斯 这两家都是他的仇敌 他都与他们为敌 你怎么弄吧 立陶宛现在绝对是傻眼了 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还惊得起这么折腾吗 本来你跟中国作对的时候 中国稍微那么一搭了胳膊 你立陶宛你就受不了了 立陶宛政府前一阵子 已经是他的民众的支持率 百分之十几 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听说 哪一个政府的支持率 百分之十几呢 他的支持率百分之十几 白俄罗斯这些制裁 他的货物出不去 那他还有人支持吗 这个国家不得死了呀 白俄罗斯呢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他说只是限制他的石化产品 和矿物肥料 其他的货物好像还没有限制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限制他所有的货物的话 立陶宛的损失就更大了 这个视频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呀 就现在中国对美国强硬了 关于这个台湾问题 就在这个秦刚 上个礼拜接受采访的时候 发出来说 美国如果你再支持台湾搞台独的话呢 中美会卷入战争 在这之后呢 美国就害怕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美国之音又在炒作什么 就在炒作说 中国现在习近平呢 有了武统台湾的这个决心 但是呢 武统并不是中国的民意 说现在呢 中国政府在网络上放开 支持武统的这个民意 在打压反对武统的民意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美国之音 他们是如何现在 又在制造这种舆论宣传的 那美国之音呢 他们今天的一个文章的题目就是 中国攻打台湾的民意之谜 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的啊 美国之音说 随着中国共产党当局 武力攻打台湾的威胁 和中国大陆军机 大批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事件 越来越频繁 台湾海峡局势越来越紧张 中国驻美国大使日前甚至公开声演 中美两国有可能就台湾前途问题 发生军事冲突 与此同时 武力攻台的 在中国大陆究竟有多少民意支持 民意对中共是否决定在台湾海峡打仗 究竟有多少影响也成为外界观察台海形势和中国大陆形势的一个窗口 第一个标题他说 当今中国是否有力主武力攻台的强大民意 说近年来 随着中国对台湾威胁的频率和强度的提升 美国和日本的盟国也针对台湾海峡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 以及中共当局可能攻打台湾的前景 提升了戒备和协调 美国更是公开提升了对台湾多方面的支持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秦刚 上星期四 在接受美国公共电台采访的时候说 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大的火药箱 假如台湾当局有美国壮胆 继续在独立的道路上走下去 就很有可能把中美这两个大国卷入军事冲突 在另外一方面 中共当局持续宣传说 收复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在2022年的新年祝词中 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再度的亲自进行了这样的宣传 他说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 真诚期盼全体中华儿女携手向前 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 在当局持续提升对台湾的武力威胁的同时 中共舆论管制部门 严密控制的中国国内互联网上 主张武力攻打台湾 即使把台湾打成一片焦土 也要收复台湾 留土不留人的言论 甚嚣尘尘上 畅通无阻 但是反对对台动武的声音 则不被容忍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如果说在网上 你发表那种 主张武统 武统武统武统 这样的留言呢 是畅行无阻的 不会被虑掉 不会被和谐掉 但是呢 如果你主张不能武统啊 反对武统啊 这样的声音呢 就会被删帖 有这样的事吗 啊 大家有看到这样的事吗 你看看美国之音 多能造谣啊 张眼说瞎话呀 现在就开始造这种谣了 在造这种舆论了 他们的目的呢 就是想说 如果有武统的名义的话呢 这就是中国政府的舆论宣传 那些反对武统的声音 被他们压制下去了 有这样的事吗 对不对 反对武统的是谁啊 中国老百姓 为什么管那个国台办 叫柜台办 就是他们不主张武统啊 是不是 老百姓不容他们 老百姓不同意他们 老百姓在抨击他们 国台办成了柜台办了 不武统 老百姓对政府不武统 非常的不满 而且着急 其中就包括我一个 那些不着急的 也不是说不主张武统 只不过呢 就觉得说 现在可能还不是时候 政府呢 有政府的打算 有他们的高真援助 有他们的谋略 我们不要给他们压力 那些反对的人 是这么一个想法 并不是说 不要武统 不要武统 对不对 全国人民 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出来了 和平统一是不可能的 只不过就是早武统 还是晚武统的事 好 美国之音呢 接着说 中国国内这种一边倒的 武力攻台 势在必行的网络舆论 导致西方一些 研究中国武力 攻台前景的专家认为 在中共多年来的 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下 许多中国人 可能真的是 迫切希望中共当局早日拿下台湾 实现中国统一 中共面对这种汹涌的民意 则很可能感觉到骑虎难下 不得不在这方面采取行动 台海战事很可能是在这种大形势下爆发 中国不会的 他们是有数的 我是比较相信他们是有数的 他们做事情 尤其是祖国统一的这件事情呢 一定不会心血来潮 一定不会因为谁说什么 现在呢 我们就看出来 中国政府变得强硬了 我们感觉到了这种 武统的脚步在走来 现在美国呢 也感觉到这个 所以现在在进行这种舆论攻势 美国之音第二个标题说 表面的民意和实际的民意 你看 他们已经看到了中国有强大的这样的民意 他们就是想说 中国共产党他没有这样的民意 但是这个民意实实在在存在的 然后怎么把这个民意给他说没了呢 一方面就是说呢 这是中国政府的误导 另外一方面呢 就想说了 按实际的民意和表面的民意不是一回事 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说在中国奴隶新年 虎年到来之际 中国大陆真的是有这样的一只民意之火 让中共当局不得不畏惧 因而不得不有所行动吗 有没有这样的一只民意 像老虎一样 一个强大的威力的存在 美国之音说 身在中国大陆的一位政治科学学者 因为安全原因 以不要吐露姓名为条件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对这种所谓的民意之火 是否存在 表示怀疑 中国人呢 已经都看出来了 美国的媒体呢 一贯的爱说 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源说 等等等等 据专家说 据学者说 据官员说 都是据说 然后呢 美国之音说 他说 中国共产党一直是采取这种民族主义的国民教育 尤其是民族复兴的叙事 把统一台湾说成是复兴伟业中必要的一环 所以大部分人因此都会说这是理所当然的 至于说手段到底是军事的 一定要武力攻台的话 具体有多少人支持 我持怀疑态度 我觉得网上的声音跟实际真实的民意恐怕有很大的差距 主张武力攻台的真实民意不一定有那么高 我认为 中国呢 现在认清了没有合同的可能性的 我相信呢 就是除了那些公知以外 恐怕呢 不说百分之百吧 起码也百分之九十几 认为 合同已经是没有可能了 就是武统 是唯一的选择 只是呢 是早还是晚的事 是发展给统一让路呢 还是统一给发展让路 然后美国这些说 这位政治科学学者 接着讲了一个中国大陆互联网上流传已久的一个段子 说呢 有记者问一个老农 你给国家捐一百亩地 你捐不捐 老农说捐 记者再问说 你给国家捐一百万块钱 你捐不捐 老农说捐 记者又问说 你给国家捐一头牛 你捐不捐 老农说不捐 记者问说 为什么呀 他说 我真有一头牛啊 这呢 只是一个笑话而已 但是呢 这位学者就说了 这位学者说 这个段子说明 网上的表态 都是跟风的政治正确 大家都很容易随大料 这不是随大料的事 这就是一个笑话 这老农说呢 你让我捐一百亩地 我也没有啊 你让我捐一百万 我也没有啊 你让我捐一头牛 如果我不捐的话 对吧 别人该不干 那一头牛就给你拉走 是不是 他就是一个笑话嘛 他就说 是随大料的政治正确 就是说 让你捐款 你不捐的话就不行 所以这老农 就必须得说行 不是这回事 这个所谓的学者呢 脑子有一定的问题 美国之音呢 就经常采访 这样的一些人 拿着这样的一些人 说的话呢 就当成是中国的民意 就好像是 他们就拿着 有一些那个新疆人 然后呢 就到美国去 让他们去 所谓的作证 那些人 他能说好话吗 第一 他在国内 他有事 对不对 他肯定不会说 中国的好话 第二呢 他可能要在美国 拿那个政治庇护的身份呀 所以呢 他就算是 在中国是好的 没有什么负面的印象 他也得说是负面的 我本人就是做移民的 我太了解这个了 以前我跟大家讲过 对不对 有的人呢 就问说 哎呀 我要做移民 我说 那你是企业家吗 你能够投资移民吗 说不是 那你能做技术移民吗 你是高级技术人员吗 也不是 我说 那你有亲戚吗 也没有 然后他就说 我听说可以做难民的 我说难民呢 难民就是被迫害的呀 我说那你受的什么迫害呀 他说 那你说我受个啥迫害好呢 那就是个笑话啊 这是真真实实的 真实的笑话 说我受个什么迫害好啊 我这叫什么话呀 什么叫你受个什么迫害好啊 说瞎话啊 陷害中国政府啊 你明白吗 好 这位所谓的学者呢 他接着说 但要是让你货真价实 真刀真枪的 上战场的话 真的是需要个人付出和受损的时候 我不认为大家的积极性还会那么高 所以网络民意和真实的民意是不能画等号的 何况在中国大家对这种问题都是不会说真实的看法 因为假如你说不支持的话 那你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祖国统一 你就会被网爆或被封杀 所以网络上的声音不一定是真的 什么呀 什么呀 政府现在呢表现出来的是 武统不积极 国台办呢 还对台湾继续输送利益 怎么没有说不同的声音呢 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啊 就不支持国台办的这种做法呀 甚至说国台办是贵台办呢 对不对 这个声音不是有的是吗 这是支持吗 这是不支持啊 谁给这些人扣上了反对共产党 反对祖国统一的帽子了 谁被封杀了 没有人被封杀呀 这个所谓的学者就胡说八道 太胡说八道了 你这样胡说八道 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我这个视频今天出完了以后 你多少网友都知道 有这么一个所谓的 到美国之音上胡说八道的 这么一个所谓的学者 你虽然说你不露真名 对不对 大家就知道了有这么一个学者 如果是每个人都拖一口拖门 都咒你一下的话 你这个报应很快会来呀 小心点 不要说昧着良心的话 完全是不真实的嘛 不支持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 有的是啊 对不对 那些说柜台办的是咋回事啊 接下来一个标题呢 说是中国的民意 与西方国家的民意不同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的民意和西方的国家的民意 有什么不同 说是长期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 对中国保持着持续关注的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 洛杉矶分校的历史教授宋永毅表示 实行独裁专制70多年的中共政权 历来都是煽动民意可以很快 但扑灭民意很快 中共当局虽然在竭力的恐吓台湾 但是中共最高当局显然是在虚张声势 因为它清楚的知道 还不具备武力夺取台湾的本钱和能力 我认为中国政府如果不说话的话呢 有可能他们认为还不具备这个能力 或者说呢 他们会比较害怕它的后果 反正是考虑各种的因素吧 顾虑各种的因素 但是一旦中国政府如果下了决心的话 还真是没跑 现在呢我们通过测试测出来 我想呢作为我来说 我支持武统还是不支持武统 我主张现在就武统 还是以后再说 对吧 我也是考虑的能不能打过 关键关键的一点呢 就是美国是不是武力参与 我们就通过各种的表现 我们就看 美国呢很有可能他不参与 包括这一次秦刚强硬之后 美国的这表现 现在就通过这种舆论了 说你中国政府如果说采取武统的话 没有民意基础 像煽动这个 就说明他们就怕了 说明他们怕了 不是说美国如果说武力参与的话呢 他们不会赢 不是说美国没有这个武力这个能力 他有 他有 他联合别人呢 他也有 但是呢 他也不是说一定会赢 抗美援朝就是一个例子吗 当初中国的军队和美国差别多大呀 还不是赢了 还不是赢了 那你现在中国的武力说实在的和美国差不多 你美国凭什么赢 再不是呢 我们现在看出来十有八九美国啊 他不会出兵去保护台湾的 他不会出兵 从阿富汗的那个看 从这次乌克兰的这事看 然后呢 再从秦刚发表了讲话以后 美国的反应来看 美国就是一个纸老虎 中国如果是顾虑这个的话呢 现在不需要顾虑 赶紧武统 如果有别的考虑 那另当别论 对吧 不过的作为我们来说呢 也就是发表一下我们的看法 能对中国政府形成压力吗 不会 不会 怎么会呢 美国之音这篇文章 接下来呢 就是攻击说中国是独裁 中国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出现 这都自相矛盾啊 一个专制的独裁的 他是不怕民意的 你民意你爱说啥说啥 对吧 他这个矛盾就在于呢 他一方面说 中国的这个民意会绑架中国政府 说中国政府呢 会害怕这个民意之虎 而进行这个武统 另一方面又说呢 说中国是专制的不怕民意 和美国有什么不同 美国就是比较顾虑这个民意 是吗 是这样吗 是吗 美国的政府哪一点是为民众的 哪一点是为民众的 今天我还看到美国的军队里面 军队里面如果你不打疫苗的话呢 现在都要统统的让你们退役 强制退役 非自愿退役 完了以后呢 就是你当兵这些年呢 就是美国你退伍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些福利吧 如果是现在强制你退役的话 你那些福利就没了 还有呢 美国就是说 不准和中国做生意 这是民主自由吗 那些企业连和谁做生意的自由都没有 这是民主吗 是不是 这不是自相牢独吗 中国政府不用去顾虑美国说什么 美国之音就更不需要去顾虑了 爱说什么说什么 那都是屁 好我这些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